是俄羅斯莫斯科近郊 發生了民宅氣爆的意外 還造成至少一死 詳情交給惠雲 俄羅斯戰情室 馬上要帶您關注到 發生在俄羅斯境內 莫斯科州這邊有一起氣爆事件 這是發生在當地時間 9月20號的8點20分的氣爆 那麼地點是一棟複合式住宅公寓 是九層樓的公寓 但是這個爆炸起火點 疑似是在四樓 所以導致於它上下兩層樓 三樓到五樓 這段空間裡面 有10戶的民宅都是受損的 目前掌握到死傷人數是有增加 至少三個人死亡 兩個人遭到掩埋 當局還在進行救治當中 當然還有相關的調查 包含為何會發生氣爆的原因 如果這件事情 是不是會和烏克蘭有關 或者是說 純粹是俄羅斯本身境內的 一起單純的氣爆事件 這個還有待觀察 惠雲德國總理肖茲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 他針對恩務戰爭講了些什麼呢 現在國際間要聚焦的就是發生在紐約這邊的聯合國大會 因為現在各國的元首都齊聚一堂 他們來到這個國際上的殿堂 要談到什麼事情呢 當然很多人聚焦是烏俄戰爭 尤其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 這一次也是有出席的 我們要看到的是德國總理肖茲他的談話 他說烏克蘭人民正在為自己還有國家而戰 而全球的公民都飽受痛苦 只要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到命令就可以結束戰爭了 但是他也同時警惕說 要有出現以和平為名的虛假方案 講的就是假象的和平 像是凍結衝突等等 這個是烏克蘭最不想要的 所以他也提醒了 現在各國如果提出的方案是沒有自由的和平 等同是一種變相的壓迫 沒有正義的和平就等同是一種獨裁 他希望各國調停的時候 同樣也要正視烏克蘭人真正提出的和平訴求是什麼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這個聯合國裡面 其實要來看到這個機構 就是聯合國的安理會 安理會是有15個成員國的 而且也是聯合國裡面權力最大的機構 但是為什麼會對於俄烏戰爭遲遲 其實沒有辦法做出更多的調停 或者說更多的協議 就是因為俄羅斯是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 因此現在看來 不管其他國家做什麼決議 只要俄羅斯或是大陸的投票結果 有出來的話 就代表說幾乎還是有反對聲音的 也因此對於俄烏戰爭來說 看起來是一種無計可施打死劫的狀態 而俄羅斯這邊才剛剛接待完貴客金正恩 最了解金正恩的伴手禮是拿好拿滿 除了無人機 防彈 軍用背心 傳出還有一把精緻的手工寶劍 惠運這是怎麼樣的禮物呢 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結束他上任以後 到俄羅斯最久的一次出訪 這個是六天五夜的行程 那麼金正恩結束行程回到平壤之後 事實上他是滿載而歸 因為拿了很多俄羅斯給的禮物 之前傳出有說像是自殺式無人機 還有偵查無人機 防彈背心等等 但是現在還公布了有一項禮物 就是這個金正恩拿到俄羅斯 花了大半年時間打造的珍貴的寶劍 這個是俄羅斯的國防部 特別命人製作的 而且上面你看到 他是用珍貴的木材製成 貴金屬手工製作 而且上面可以很明顯看到 是有鑲嵌紅寶石 整個雕花還有工藝都是非常的細緻 而且其實還有放上一些 俄羅斯的民間故事圖 就是要象徵俄羅斯的力量跟權力 那麼金正恩拿到這樣子寶貴的禮物 當然也是很開心的 所以他們會把它存放在國際友誼展覽館 知識在廟香山 距離北韓首都平壤160公里 有一個叫做象徵是 北韓版羅浮宮的地方 會把它這邊放在這裡來當作是 俄羅斯跟北韓之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 當然是會好好珍藏的 好 那關心完了 吳之間還有像是北韓的歧視之後 其他新聞有興趣的話 我也推薦你掃描下載TVBS新聞APP 我們會用更快更深入方式 帶你掌握國內外的新聞重點 好的 謝謝惠昀 我們再來關心今年的聯合國大會 其實俄羅斯就持續遭到各國代表的圍剿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也親自的登台演說 俄羅斯士兵在一片空地上架好裝備 隨後調整炮管高度 開始發射龍捲風多管火箭 俄軍除了在地面猛力炮轟外 空中部隊也加大攻勢 俄羅斯卡52戰鬥直升機 從空中連環發射炮彈 雖然俄羅斯聲稱成功轟炸 無軍陣地 但在美國紐約市舉辦的聯合國大會 莫斯科再度成為西方陣營的劍拔 在臨時總統的組織 我擴允地歡迎 他的優秀羅斯斯基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第一次親自來到聯合國大會演講 開口就是猛力譴責 從全面的戰鬥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已經被俄羅斯基 直至今 我們的港島在德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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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 澤倫斯基都是透過世序演講 這回穿上招牌軍綠色上衣 親自登上聯合國大會舞台 還全程用英文演講 澤倫斯基只告莫斯科試圖將糧食武器化導致非洲到東南亞食物價格飆升 他更痛批俄軍綁架烏克蘭兒童 接著他指控俄國佔領札波羅勒核電廠後拿輻射外泄風險來威脅其他國家 澤倫斯基整整15分鐘的演講 台下觀眾包含各國代表和美國官員等都專注聆聽 反觀俄羅斯代表在台下抿著嘴巴 不是低頭猛血字就是狂滑手機 還不時與旁邊的與會者焦頭接耳顯得很不耐煩 同樣在聯合國痛批俄羅斯的還有美國總統拜登 拜登斥責俄羅斯赤裸裸地侵略烏克蘭 並呼籲全世界要團結起來協助烏克蘭保衛自己的領土 不過就在拜登為基辅送暖之際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卻繼續扯他後腿 美國政壇分歧有可能成為繼續原屋的絆腳石 但丹麥卻毫不猶豫計劃向烏克蘭再提供45輛坦克 包含鮑1和T72 就在澤倫斯基接受CNN專訪同時 一艘載著3000噸小麥的貨輪離開烏克蘭南 這是從海洋量食協議破局後第一次有貨輪出港 也證明幾乎有辦法自己運出古物 不過保家利亞上周取消 針對烏國農產品的進口禁令後 當地農夫叫苦連天 大批農夫帶著滿滿月氣開著上百台脫拉車 對烏格列隊排好 抗議保家利亞政府的決定 希望當局先救救自己國家的人民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今天竟然來參加押拒 這是老師嗎 對 他叫阿飛 他超年人 我只要一站起來